6月17日天马电影公司代表庄城就近日因电影《夜问3》引起各传闻而召开记者会 有报导指甄子丹因开价翻译片酬及不满患导演等负面新闻 庄生指出确实原导演叶伟姓因时间不合 曾经提出由编剧黄子环出任导演 当甄子丹得知后也作出强烈反对 同时间黄子环一直忙于筹备婚礼 所以未能接任导演一职及落实之后的拍摄计划 本来我们打算是今年6月至9月开拍的 但是叶伟讯导演就比较忙于是他提出 就不如找王子环就是编剧来拍 他做监制他可能会应付得到 于是我们就向子丹提一个建议 子丹就觉得不可以 几强烈反应 但是其实我们后来才知道 王子环定了在9月结婚 其实他的时间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戏一定要拍的 叶伟三 因为我们就签了业准师傅与业正师傅 就是他父亲的文化遗产 就是继承人 就会拍这个叶伟三 也都 所以剧本在国内电影局是立了行 所以我们是会拍的 时间方面 当然是要大家去继续谈 还有明年有些什么时候可以做得到 而且也不是好像传说所说的 是由3D变2D的 而是继续拍回3D 庄程先生表示 真子丹在片酬方面 并无狮子大开口 双方经商量后片酬已经谈妥 记得会向工作人员跟制片导演叶伟信解释一切 他表示很多谢真子丹非他不拍的好意 而自己暂时忙着拍另一片影 所以未能确定开拍日期 叶伟信也透露众人关系良好 不许签订拍摄合约但确实真无开拍日期